我們要走三彎 恭喜 謝謝啊 現在變成一彎 永遠生活了 喔 老實在 我們那邊打女孩 太多 我家內愛已經昇華到像家人的愛了 當了父母親之後再開始去學習 怎麼當爸爸媽媽 怎麼去互相學習包容對方這一塊 抱歉 我們先離開 她會覺得如果她早一點回來就好 我的話是覺得 如果我沒有因為要去採訪 我可能會就待在家裡久一點 不是每個當夫妻都是像 童話故事裡的王子公主 真的幸福快樂 其實我不是凡人 有很多事情要去克服面對 那時候在處理若曦這個傷痛的狀態的時候 我有看到很多的資料講說 失去孩子 對爸媽來說是會有很嚴重很嚴重的自責的狀況 然後有一些自責會變得憤怒 類似像事件這樣 那我覺得若曦是整個角色就是圍繞在她 要如何處理失去女兒的傷痛 跟如何處理失去女兒之後 跟老公之間怎麼相處這件事 所以我在那場應該算是我自己覺得是最大場的 然後那場又真的是需要非常的用力 A 開始 我女兒在前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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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場雖然沒有辦法真的做出那個效果 但他們就是盡量地用一些煙機 然後一些燈光 讓現場稍微有那個氛圍 現場有很多很多工作人員 很多很多的演員 所以其實拍完那一場 我回家真的是完全沒力到今天 聲音都還在受傷狀態 因為你知道一直嘶吼 ичin 你可以 你可以 你或是可以 這別人 妹妹在哪裡 �� 你 我的犧牲好了 好硬喔 然後大概五六顆吧 我就完全感覺到 我身上這種一點力氣都沒有 我覺得那個滿讓我難忘的 來 拜拜 拜拜 好 好 謝謝 辛苦了 終於哭了 你喝水 來 謝哥 謝哥 謝謝 謝謝 大家可以吃兩個便當 謝謝大家可以吃兩個便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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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好 你有受傷嗎 沒有 我的心真的受 好了 不要唱歌 謝謝 謝謝 辛苦了